主的言习,司不真讲道章3501节号,1871年8月6日,主日夜晚,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它来。 林前11章26节,请思想,我们无论是如何反复宣讲基督教的两个圣礼,洗礼和主的晚餐的意义,这也毫不为过,因为明白他们的意义对我们是大有益处。 如果我们不明白他们的意义,那么肯定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祝福。 他们自身不仅仅是恩典的管道,他们还能开启我们的心智,感动我们的内心。 世上最好的仪式,若不被人理解,很快就会变成仅仅一种形式,甚至更会沦落成为迷信风俗。 我们不可以想当然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最简单的象征的含义。 一句接一句,一条诫命接一条诫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依然应该是神的工人的座右铭。 我们应该解释,解释,再解释,否则人就会只以外表的形式为满足。 不去探求这形式,要传达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看的经文是讲主的晚餐,我们再读一遍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它来。 经文所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当作什么,我们要表明接着,我们要表明什么,怎样表明,然后谁表明你们是表明主的死,然后什么时候,每逢只等到它来。 第一,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我们当作什么? 我们表明,这个字有两三种含义融合在一起,但我们最好把它分开来讲。 这里表明的意思是,我们要宣告基督的死,当表征,饼和杯摆在桌子上,我们围着桌子,我们是在宣告我们坚定的信念,就是耶稣,神的儿子,降临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作为罪的献祭而死。 我们知道,如果要在将来还记得一件大事,我们就要对此有所纪念,很自然人会忘记,甚至怀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有时候要竖起一块大石,一个纪念碑,但常常这并不是最有效的。 当神要让以色列的子孙纪念起,是他用他大能的臂膀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他没有命令他们树立一座纪念碑, 而是定下一个礼仪在固定的日子遵行。 这就是逾越节,宰杀高扬来驰成为以色列民一年一度的宣告,表明他们相信神把他们的祖先从奴役中拯救出来。 这很有果效,人常用这个方法,当犹太人因着莫迪改和以撕铁的智慧而脱离哈曼的诡计,他们定下要守仆尔日,永远纪念神对他的子民的爱。 你也知道,在我们自己英国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人定归某些礼仪和仪式做永久的纪念,宣告如此这般的事情曾经确实发生。 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耶稣基督,大魏的子孙在加略山上定十字架而死,我们证明宣告此事。 我们向这个怀疑并否认其最大希望的世界,再一次宣告表明我们沉迷自己牢固的信仰,这确实如此。 只要我们还庆祝这个礼仪,这世界就有一个名证,证明确有其事。 但表明不仅仅有宣告的意思,接着它还有代表的意思。 在主的晚餐里有一个代表,代表基督的死。 当人发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以乎寻常,往往就会制定一些代表这件事情的方法,向人表明,让人可以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 在关于我们的主的死的事情上,有人会在墙上挂一幅画,他们认为使用十字架和类似的东西是恰当的做法。 我在神的话语里找不到这样的教训,反而发现这样的事情常常会引人去拜偶像。 对于那些即使在现代这个时候仍有上演,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滑机模仿的奇迹剧,我们该说些什么才好呢? 他们对基督徒来说真是令人震惊的。 但在这里,神用非常简单的做法,亲自制定了向我们和其他旁观者表明了代表着我们主的死的方法。 这就是基督徒的表明,我们是按照神所命定的表明基督的死。 我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破冰引杯使用这两个记号是代表基督的死的最有说服力,最有表达意味,最有造就性的方法。 还有其他两种代表的方法,福音书作者的笔在神的话语中勾勒出基督的死。 另外一种就是传讲福音。 传道人的使命就是表明定十字架的基督在你们中间写明基督是被定十字架。 神所命定的三种代表基督的死的方法,就是读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和这个蒙神祝福的主的晚餐的仪式。 表明意味着宣告,做见证,它还意味着代表,但它还有第三个意义,它还意味着宣扬,表白,广而告知,让人留意。 史实告诉我们,当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使极多人归信他们称之为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提基督的死这个事实。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掩盖这个事实,免得人吃惊。 我们相反,首先,最明显地把这事实宣扬出来。 除了基督死了,又复活了,别无其他的基督教,不把这点显明出来,我们就不能来到主的桌子面前。 耶稣会的人可以这样做,因为最聪明的人在弥撒中看到基督的死,也不免会困惑。 人可以做一百次弥撒,而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但是,当我们围着这桌子,搏冰引杯,无论是谁问我们,这个仪式代表着什么,回答是迅速地流荡的人,就算是傻子。 对这回答也不会误解,我们向你表明耶稣死了,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以一位定十架的救主为羞耻。 我们听说,现今有人总是宣讲荣耀的基督,我们希望他们的事工可以成功,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宣讲的是一位定十架的基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毕竟这是罪人得拯救之所在。 得荣耀的基督十分宝贵,哦,这对一个得救的人来说是何等宝贵,但对于一个正走向死亡的世界来说,我们首先要宣告的是十架上的基督。 因此,当我们来到主的晚餐的桌子面前,我们要做三样事情,我们宣告耶稣死了这个事实,我们用记号代表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吸引人注意这个事实,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留意,我们要他们留意,我们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凤叉前所传讲的福音的十字所在,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我们所做的就是说明了表明这个词的意义。 我的弟兄们,第二点就是我们表明什么,怎样表明。 经上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我们怎样表明? 我们表明什么? 我们把基督拆检下来。 在基督里有人所需要的,就像饼可以给人充饥,杯可以给人解渴,同样基督满足人类一切属灵的需要。 人要活着 人要欢喜 就一定要来挨尽神所预备的 来的他的生命和喜悦 神所预备的 在定十架的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 在远古神已经拆遣基督 甚至在伊甸园中 神在第一个应许里就拆遣了他 他急着所有的先知继续拆遣基督 在这末后的日子 被邀请一切前来之人的打开的圣经 除去了这蔓子 神赐给人生命的粮 今晚你们要显明这个事实 当你看到桌子铺开 你就看到一个代表 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 为人预备了一场肥干的言习 这言习包括了这柄和葡萄汁 在这里面代表了基督的位格 基督的人性 就是他不是一个谜 而是真实的肉身 这是桌上的柄所教导我们的 他不是一个幻想 而是和我们一样 血管中流淌着真正的血 生命和荣耀的主 和我们一样 是一个实在的人 在人性中各样和我们相同 只是他没有犯罪 桌上的言习不是幻想 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为了要表明他是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人 从前死在加略山上 有血和水从他受伤泪旁流下 接着我们要表明的是他的死 我们表明他的人性 然后表明他的死 刘毅是怎样表明的 根据罗马天主教 大多数的人只是参加薄饼 他们所称的圣饼 这样的人是根本不能表明基督的死的 因为经上说道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只有几招这两样 你才可以表明他的死 并代表了身体 但只有杯才能代表了血 否则就没有他受苦的标记 没有他受死的记号了 这两样难道不可以混在一起吗 不可以 因为如果血和肉连在一起 这就是活的人了 当血流出 当生命慢慢流出身体之外 身体流进了血 这就是代表死亡的所引的杯了 这两样分开 使用两种标记 对表明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你越发思考这点就越发清楚 记号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物 然而却是最有启发性的 看这两样饼 它是如何代表了基督的受苦 脉髓被打鼓者的连加击破 然后被撒在地里 然后发芽 成熟 用镰刀收割下来 然后是打鼓 然后在磨坊里被磨成面粉 接着在炉里被烘烤 可以这样说 麦子在成为我们所吃的食物前 要经受全过程的受苦 同样我们的救主 在成为我们的灵粮 我们灵魂的救赎主之前 也必须经历无法赎尽的受苦 那在杯里的 要被压酒池里的人用脚踩踏 他的果汁要被挤出 基督要在耶和华怒气的酒榨里受挤压 然后才能成为神人共喜悦的酒 两个标记都代表了受苦 每一种是分别代表 但连在一起 他们带出死亡的意思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但还不止这些 我们表明神差派基督来 我们表明他的人性是真实的 我们表明他的受苦和死亡 但接着我们要表明 我们一同参与其中 因为经上不是说 你们每逢看着这饼 或者看这杯 而是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若非我们凭信心接受它 基督就不会拯救我们 饼摆在桌子上不动 并不能保人鸡肠 如果不喝杯中 倒出来的就不能解渴 同样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宝血 一定要凭我们的信心去领受 要灵魂得救我们 一定要相信他 吃是何等简单的动作 除非一个人死了 否则他不需要人 去教他怎样吃东西 这是很自然的动作 十分简单 他把食物放在嘴里 就是如此 这是救主 我接受他 就是这样 我认为吃东西 这个动作比简简单单性 靠耶稣还要复杂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傻瓜也会吃东西 无论人的罪有多深 他都可以吃 无论他的恐惧有多深 有多绝望 他都可以吃 哦 可怜的人啊 无论你是谁 都不会因着缺少智慧功德 而拦阻你归向基督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 你就可以得到他 信靠基督接受 他做你自己的主救 和吃饼一样 假设有人提出疑问 这饼是不是真的是我的 嗯 在法律上这个问题 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我提不出证据 也找不到证人证明这是我的 但我想有一个小小的事实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已经把它吃掉了 所以如果魔鬼说 基督不是我的 但我已经相信了基督 如果我已经相信了他 他就是我的了 就好像我吃了一块饼 毫无疑问 这饼就是我的了 今天晚上我们通过吃饼饮杯 要表明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事实 我们凭单纯的信心 接受他做我们的一切 但这里还有更深的教训 那吃的饼饮的杯 是融入我们里面的了 他们加力量给我们的骨肉和关节 他们造就我们的权人 这教训就是 我们所信的基督 是和我们同在的 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 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听人说信徒 会从恩典中堕落 失去基督 不 先生 一个人已经吃了饼 他昨天吃的 你可以把这饼和他分开吗 你可以跟踪那从杯里 倒出来的葡萄汁 从这人的身体里取出来吗 要把基督和一个吃了他的肉 淹了他的血的人分开 比这还要难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 他在我们里头成为 只用到永生的活水源泉 请看基督用这些作笔 在我们身上写了何等大的字呢 这饼和杯 吃了 饮了 他教导我们何等奇妙的奥秘 事实上 整个基督教信仰概括来说 是在这桌子上总结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讲 我们所表明的是什么 我们怎样表明 我们很简单地表明 某些教会形式非常神秘 需要很多的机关 碟子变成了祭碟 碑变成了圣餐碑 桌子 不见了 变成了一张祭碟 罗马天主教把整个事情都完全颠倒了 让人怀疑主的晚餐是不是还存在 因为如果你把祭碟带进来 你就要把桌子撤掉 把整件事撤掉 这成了另外一个仪式 而不是基督设立的仪式了 人可以想象 如果圣经是按照罗马天主教所教训的那样 使徒外出传道 每一个人都要带上一部车 装着许多不同的器具来庆祝这个仪式了 但是在这里 只要有一块饼 只要有一个杯 我们就有了我们的救主命令 我们使用的简单 但又启发人心的表迹了 他拿起饼来拨开 又拿起杯来递给他们 说你们都喝这个 让我们按照这个礼仪纯洁简单的教训持守 免得我们按我们想象 以为装饰主的桌就是荣耀神 用自己的方法给他加添一些什么 让我们简简单单的表明基督的死 当我们简单行事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欢喜而行 思想 我们的主没有命定一个悲伤的仪式来纪念他的死 这难道不令人欢喜吗 有一些人来纪念 从他们的做法来看 你还以为这是一个丧礼 但这是一场言习 喜乐变为一场言习 当按照基督的榜样 我们按着接近东方人习俗的姿势 轻松坐下 当我们带着喜乐的心进前来 感谢主耶稣 尽管我们的罪令他死亡 然而他的死灭除了我们的罪 这就是按着他要我们庆祝的方式 庆祝他的死了 不是作为一场可怕的悲剧 努力挑动我们对罗马人或犹太人的愤怒 而是作为配受我们敬拜的节日 在当中我们的君王他自己来到桌子前 散发甜美的芬芳 我们的灵的已更新 还有一点 我们是用交通的方法表明基督的死 一个人做不到这点 必须要许多人一起来 要纪念你的主的死 你们必须要在一起一同吃喝 在这杯里 我们可以和他交通 可以和其他人彼此交通 这难道不令人欢喜吗 我们有许多的人共享一个饼 我们有许多的人共享一个杯 在同一桌子面前是一家人 有主耶稣做众人的头 他在我们众人之内为众人的主 哦 赞美主的名 他原本可以命定用哀伤的方式 或者用独处的方法表明他的死 但是他选择了喜庆 充满美好团契的方式 在薄饼饮杯的当中 地上的圣徒可以和他在爱的欢庆中相遇 表明他的死 直到他再来 就这样我已经努力说明了 我们要表明什么 怎样表明 现在看第三点 谁来表明 谁来表明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这你们包括神的所有圣徒 所有人都来到这桌子面前 吃这饼 饮这杯 思想这点 这是何等令人欢喜 这种表明基督的死的方法 让所有爱基督的人都在当中有份 在讲坛上不能让人人都来表明 神赐的恩赐不是人人相同 但所有人在表明 他的死这件事情上都一同有份 他定下着特别的方式 有他作为我们的榜样 亲自这样行 他把这方式明明白白地交托 给他的仆人保罗 号存留记在经上 今天 假如保罗在这里 他也不能单独一个人守主的晚餐 表明主的死 他一定要让一些更贫穷的弟兄们 前来和他一起守 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 是完全圣灵充满的 他也不能一个人来表明基督的死 他一定得向他的弟兄们说 弟兄姊妹们 来吧 圣经上说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今天晚上 我们在这里一同坐下 因着使用相同的外在的表记 用同样的方式按主的心意去行 而一同进入 这有福的平等当中 但是 有人会说 每一个来到桌子面前吃喝的人 都是表明基督的死吗 我的圣经上 接着的这节经文表明 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我们认为 这个人当然是 已经自我醒茶了的 他来到这里 是一个真心相信 耶稣的人 他来到这里 完全是为了 要表明基督的死 如果他这样做 这样的人 就是在表明 基督的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心非常热气 我不见 你们已经有 很长一段时间了 尽管我一直和 楼下的弟兄们同在 我确实被疾病阻挡 我很热气 今晚我们要真的表明 基督的死 让我们自我醒茶 我认为 这节经文 可以用陈述的语气 也可以用命令的语气来读 可以和我们这个版本的 圣经一样 读作你们表明主的死 也可以读作 你们要对自己表明主的死 这是一种激励 哦 让我们留心 要向自己表明这点 有人问 对我们自己表明 是的 这是对你说的 这是经文最首要的意思 当你接过这柄 不要只是想着这柄 坐着不动 而是要对你自己的心说 我的心啊 你要想念耶稣 我的心啊 现在就来到 克西玛尼园 哦 你这游荡的思想 你这转眼即逝的 自负虚荣 请离开我 我要来到我的救主 流血死亡的地方 我花时间在她的十架前 何等甜美 满有祝福 我来这里是表明她的死 让我可以见到她 我要求她在灵里 允许我把手指探入她的钉痕 把我的手探入她的肋膀 哦 我们来到这桌子面前 不要满足于外在的表迹 而要努力进身到内院 祷告求主 不向世人显现 而向你显现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向你自己的心表明她的死 直到你的心为罪 极度忧伤 甚至要死 向你自己的信心表明 直到你的信心 以此为唯一的满足 让其他人看到这点 当你向自己表明 其他人留意看到你敬钱的行为 你就是让其他人看到这点了 他们不能进入你的喜乐 他们要记起 他们忘记很久的东西 哦 弟兄姊妹们 让我催逼你们每一个人 不要自满 而不去分享这种荣耀 我认为我们在表明 基督的死这件事情上 都可以分享这种荣耀 在分享这种荣耀时 让我们不要自我定罪 但我要快快地继续下去 第四点是 我们要在什么时候这样行 经文说 每逢你们每逢吃这饼 圣灵原本可以说 当你们吃这饼 但他没有这样讲 他用暗示的方法 教导我们应该常常这样行 关于这点 我找不到明确的命令 但我认为第一批的基督徒 几乎是每天剥饼的 刚且在家中剥饼 我不能肯定这是只圣餐 但很有可能是这样 很肯定的是 早期教会习惯 在每周的第一天 破饼纪念主的受难 当他们来到一起 首安昔日 他们都是这样来纪念主 至于一年一次 或一个季度一次 来庆祝这个仪式 我就搞不明白了 我认为如果弟兄们明白 常常表明基督的死 这当中有如此大的喜乐 他们甚至就不会满足于 一个月一次来纪念主 就讲到这里吧 在经文里另外讲到 关于时间的事 只等到他来 到了那时候 这个仪式就终止了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不再有主的晚餐 因为那始祖的晚餐 是没有尽头的了 把烛光吹灭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把表姬挪来 基督他自己已经来了 但在他再来之前 这永远是最恰当的胜利 前几天 我有一个想法 心里真是高兴 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坐在桌子旁 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饭 他拿起杯喝 然后传开给个人 到现在这杯还在传着 他还没有传遍整个桌子 他还在传着 1800年了 他还在从一个人手中 传到下一个人手中 还没有人人都喝 你记得他曾说 你们都喝这个 你们全部人 他是对所有 还没有出生的他的选民 对那数不清的 将要来的人说 这番话的吗 我想是的 这仍在继续 渐渐当所有神的子民 在基督里都加入了 这就要停止 直到那时 这杯绝不会倒进 亲爱受死羔羊 你的宝血永不失能力 直到被赎神的教会 得到拯救 不再犯罪 最后的人喝这杯的时候 会怎样呢 这杯要回到主人的手里 到那时就应验了他的话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心的那日子 弟兄们 这仍在继续荣耀的基督徒 向基督爱的团契的杯 承卖耶稣的血的杯 他还在传递着 当这传到他的手里 我们就不再需要外在的礼仪 但只等到那时 经文讲得很清楚 这要继续 我和你们部分在座的人 没有什么争吵的 你爱主 但是你从来没有受洗 你爱耶稣 但你从来没有来到 他的桌子面前 我要说你是在抵挡基督 他说 这样行 直到我来 你不这样做 你说 只是我一个人 你是在按你的能力 废弃煮的晚餐 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吗 如果你有权利忽视他 我也有这权利呀 如果我有 所有我的弟兄们也都有 这样煮的晚餐就停止了 我亲爱的弟兄 你是在努力 使得基督被世人忘却 我求你 看他自己死亡的榜样 和他明明白白的命令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如果你相信了他 请守他的命令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他 那么请远远走开 你没有资格领主的晚餐 但是如果你相信了 我求你不要因着羞耻 或恐惧而退缩 而是要在他的桌子旁吃喝 只等到他来 我占用的时间太长 我一定要结束了 但是有一个教训 我是不能不讲的 只等到基督再来 这教训我们 我们暂时的工作 在基督再来之前 我们所做的 亲爱的弟兄 直到耶稣再来 我们除了思想他 再也没有别的事 直到耶稣再来 我们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思想他 把他这定十架的救主 表明出来 除了耶稣 教会没有别的粮 除了钉十字架的耶稣 再也没有别的 像这个世界所做的见证 一些人有时候 对我们说 在这个增长的时代 我们要发展出一种 更高形式的基督教 他们可以按 他们喜欢的去做 但基督他自己 留给我们的 只有这个 表明我的死 直到我来 讲到的 要继续传讲 一位受死的救主 圣徒要继续信靠 一位受死的救主 以他作为我们的粮 如同享用骨髓肥干一般 使我们灵魂的宝足 除了我们亲爱的 受死的主 再也没有什么 值得我们思想 成为我们喜乐对象的了 哦 作为信徒 让他亲身 以他为宝足 让他以他的救主 为宝足 如果他来过一次 让他再来 继续再来 只等到基督他自己显现 只要这邀请还在 就让我们不要轻慢 而是不断来到 基督他自己面前 以他为宝足 作为结论 这里每一个不义之人 应该晓得 他在这件事情上无分 罪人 你首要的任务 就是回到基督他那里 去把你的信靠交托给他 哦 今晚就去 也许你再也没有 另一个晚上可以这样做了 当你真的相信的时候 听从他的命令 接受洗礼 也要来到他的桌子旁 表明他的死 直到他再来 愿身为基督的名次服给你 阿们